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又來到深夜 29號的 差不多4時 差幾分鐘 差不多4時 又很忙 昨天就出了一段影片 都是講龍亭的事件 接著就看到 觀看數都是 在這裏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原本我預計說道理的影片 平心而論 在網上很少見面 講真實的見面 現在看到過了一萬 我的後台看到差不多萬一 這真是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我預計只有幾百 即是說這段影片的迴響都頗大 留言那裡有很多 我現在做完事又準備 出去拍日出 希望錄一段影片 不要介意 我現在講話有點疾 因為很累 因為我已經有兩三晚 沒有一點睡 首先 我在這裏聲明 各位 以下我很衷心地說 我欠說的 即是 即是 我傳播影片 即是 即是這個影片 即是這個影片 都是關乎一些 有對遇錯的事 我很想表達我的意見 如果不太喜歡聽的朋友 請兒獄報 就去旁邊台 因為我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我想將我的觀點和大家分享 我這條頻道如果講這些有是非性的東西 我想去救人而不是去殺人用 如果大家不講道理 請兒玉報過隔壁台 你去吵架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和小弟吵架 你贏了 因為我不需要跟你吵架 大家講道理 在這條影片裏面 就引伸了大約兩個問題出現 看到有些留言攻擊我 這樣過癮 他應該沒有看我之前說 可白事件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追上去吧 先買廣告 借個勢 我不是專門的 這些當是大家開玩笑 因為我平時都很少在公眾場合 和人開玩笑 我只會和朋友開玩笑 雖然未必是見過面 但我心裏都是當大家是朋友 我個人就是這樣 首先我要講講我的生平 因為這條影片是要回應有些觀眾的言論 所以我專門開這條影片 首先我的生平是 我不會專門去攀附權貴 我會和他做朋友 而不是為了利益和他做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小弟經歷過四次的生社 早年我自己去很多地方 為了家也好 諸如此類 跑了很多個國家 基本上都幾難衡量到 那些是非人類生活 尤其是最辛苦的時候 就是跑國際圖片庫的時候 因為那時仍然是非人類的年代 我見了很多事情 亦遇過幾次的意外 其中一兩次在香港 大家可以追索我 在1997年 我為了去拍機場最後半天 即是他之前一個星期左右 我就上飛鶴山 摺山崖那裡 很想拍一張全景 現在這一張照片 其實當年的旅遊發展局 是賣了的 這件事我因為賣了給他 已經是簽了 即是沒有了版權 大家如果有人脈 即還有 對這個旅遊發展局 還有人脈的話 現在的旅遊發展局 我就沒有人脈 因為認識我的人 都已經沒有做 如果大家有人脈 可以查這張照片 這張是整個啟德機場 一張四乘五的飛林 四乘五的飛林 這張照片 是唯一的一張照片 應該全香港是沒有人拍過的 這張照片 是我賣了給他 是唯一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大家如果有人脈 可以跟旅遊發展局 查這張啟德機場 最後一張四乘五的片 就是小弟拍的 在我的經歷裡面 見過很多事情 亦都捱過很多苦 好了 原歸正轉 不要慘開了 現在開始要回應 攻擊我的 我當它不是AI 我當它是人 有時AI系統都會去 專門去做這些事情 但我也想 跟這些系統 人也好 我想講一講 大家分享 有一個帳戶 就是他戴著紅色面具 如果仍有看到我這條片 如果你在 仍在看我這條片的朋友 我就按了 隱藏了你所有的言論 為什麼呢 你是惡意批判龍亭 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是來救人 如果你惡意批判他 根本上 大家已經開戰 那你何來可以救到他 他說什麼 我畢竟在這裏 畢竟在講 他當然 在語言上 粗言畏語 說到龍亭 是人渣 來的 就是 有些都是 惡意批評 就是他 是回禮精 諸如此類 接著 說到他 比何馬衰 諸如此類 喂 大哥 你在我 我的一條片裏 你可以留言 是流到 整 就是 不要說很多條 說幾條都嫌多 老闆 人的事 你要分裝限 你要有禮貌 你這樣去批判那個人 你弄清楚整件事 你去批判那個人 還要罵到他九月臨頭 還要說到別人是人渣 喂大哥 這些事 如果你是對 都變錯了 在道德上 你還跟我說道德 你這樣也沒有道德 因為說真的 整件事 我們不在現場 好 接著有狗仔隊 接著有龍亭 那這些狗仔隊 到底是誰找過的呢 現在無從稽考 我說少少在行內裡面的經驗值 其實記者裡面是分幾種的 有些記者 比較娛樂上 我當他是高級一點 他有這個資格去做狗仔隊 以前是狗仔隊 其實他是好像職業特工隊 總之是出盡一切的辦法 跟蹤那個人 拍到一些緋聞上的東西 喂 說真的 他是一份職業 我都要尊重他 因為他是專門做這些事 如果他不做這些事 他找不到食 那你養他 所以 對於這些狗仔隊的人 我從來都沒有批判過他 他為了找食 有時我們成長的人 我們覺得他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是這樣做 他找不到食 是吧 那就看看有什麼契機 是他去到一定的經歷 人生的段落的時候 會不會轉行 甚至乎他很喜歡做這件事 人有人做 我有我做 大家總之不互相去攻擊 不互相去批判 你有我做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大家講道理 這些就是道德的道理 不要一下子就開片 有些人很喜歡 我也看到有些留言 很喜歡在網上做一些壓倒性的控制欲 這個其實就是反人格障礙 就是社會人格障礙的其中一個病症 很多人在網絡上 甚至乎有些留言都是 有一個人 我不開名 因為免得這個時端 你自己對位 你自己講過的話 他說 喂 說我這個 當然是有個粗口字 我現在不說 說我 總之是一個小癮 你出來找飯吃 這樣 然後 你說的那些話 都沒有人聽的 聽執 你的頻道是聽執 哇 這麼兇 你以為 我現在就是 告訴這位朋友 你以為 在網上寫一些粗口字 跟著 說一些侮辱性的東西 罵人家 罵人家 好像我那樣罵我 那你就很威風了 其實 你越寫這些東西 就代表你是越低級 我們這些成長了的人 見了這麼多人的人 你不要說什麼 江湖上的黑白兩道 當差也好 黑社會也好 其實都 有機會是我的客 只要他不在我們做事那裏 他犯錯 犯法 那他真的是我的客 因為我們拍什麼 在這裏又買完廣告 我們拍什麼 除了劇那些 我們去幫忙之外 大哥 我們是拍 Event 即是表演類 即是有什麼喜慶場合 都關我們的事 有什麼表演 舞台的事 都關我們的事 跟著 Wedding類 我最喜歡做的 因為看到很多人都很開心 因為我做Wedding這麼多年 未見過很多是很不開心的 多數很開心 因為我的人生很苦 所以我很喜歡做Wedding 雖然是辛苦一點 時間長一點 但我很喜歡見到別人開心 在那裏買完廣告 如果各位朋友 如果有Event Wedding 真的找我的團隊來拍攝 我們很可靠 而且又漂亮 這個又是賣廣告 多謝這些觀眾朋友 給我機會賣廣告 多謝 其實說真的 如果這位觀眾朋友 在這裏留言 就咒我的頻道去收拾 即是等於咒我短一點命 因為我這頻道想做了一輩子 我想將我的見識 見解 和大家分享 那你說我的頻道去收拾 那你真是咒我去死 不對的 你咒人去死 怎麼行 道德上也不容易 總之你是對的 都變錯 我沒有說錯 當然現在這位觀眾 這麼兇的觀眾 反效過 因為其實很低劣 我補一補充 其實很低劣 你越說這些話 就越低劣 為什麼呢 你現在就算是黑社會大佬 你別以為自己說幾句 你就很威脅 扮黑社會大佬 很威脅 其實現在的黑社會大佬 我告訴你 所有的黑社會大佬 都不想他得罪人 為什麼現在的江湖這麼複雜 得罪人會不會被人懶惰 所以每個人都下下氣氣 他都是想洗白自己 發財立品 有誰是真的想做黑社會 除非你有病 就算他做黑社會 都想後人好 正正常常 除非他有病 原來很喜歡做黑社會 那些 你就跟著他 但起碼在我頻道裏面 都是講道理 你如果不是講道理 喂大哥 你有什麼可以說 打架 打架是最差的方法 你沒有讀過大學 讀大學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為了一大班人 坐在一起 討論一件事 而不是去打架打一件事出來 所以這些就是文化 就是你越說這些 越粗糙這些 其實是自己暴露自己沒有文化 你覺得自己沒有文化很威 這樣就沒得很講 那你就去威 這些就是道理 通常我一說這些 如果你聽到頭痛的話 如果有觀眾 你聽到頭痛的話 證明我講的道理 就未必適合你聽 或者你已經被耳機控制了 耳機控制了 當然不會聽到其他聲音 因為你很負面 負面到只會看到一些負面的東西 你不會看到一些正面的東西 正面的東西是開心的 你個人這麼負面當然不開心 你認為不開心就是你的開心 我也沒有辦法 請兒獄報 過我隔壁吵架 我就不會了 剛才說這兩件事 其實都是關於隆庭的 原因是為何呢 我這段影片 我講的隆庭 是想救回他的隆庭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我看到現今的社會 你現在看到在YouTube上的 是非 講是非好行的 包括河馬事件 我都尊稱他為新河太 為何呢 你說河馬便貶低了他 大家沒有朋友做 亦都沒有機會救到他 開導不了他 這些殺人的事件 我都說我不做 我是想救人 我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有一班人 他當然是找一些大陸的對象 即是大陸來香港的對象 去搞搞他 為何呢 其實這個有機會是文化差異 即是我們撇開道德 我們不講道德字 撇開了之後 你抽絲剝簡之後 你會發現 他們是專針對大陸來香港生活 跟著出現的文化差異 跟著就開拖 找這個文化差異的分別來講 當然 這一類型的KOL 它是要用這樣的方法賺錢 當然大部份都打著正義旗號 正義旗號 但是不是真的正義旗號 大家真的想一想 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還是正義旗號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在這裏公平一點這樣說 有些KOL是離開了香港的 但我是生活在香港 現在香港有很多東西都水深火 要我看著在裏面 你如果真是為香港好 不如這樣吧 我們大家鬥一下 怎樣可以做好一個香港 小弟又賣廣告 這裡又不好意思 小弟正正在搞這個 其實在2019年 他們搞政變 有些人搞政變 有些人認為他們是暴動 他們的時候 我在文化中心做了一個 叫做香港北約大 是全球第一個很大張照片的公開展覽 最大的照片是去到四米那麼長 很大張 就是講香港的美景 其實香港很美 你看到很多外國人都很響和香港 是香港人 有些香港人 是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地方 才會覺得香港很差 因為他已經被Mine control 看不到香港的好一面 我當時做了一個展覽 但在文化中心 我是不敢宣傳 因為正正柴 有些人在外面遊行 每天都在遊行 你怎樣宣傳呢 一會兒有個傻的拿著噴油進來 噴那些照片 是不懂的 他們說是為自由 你怎知道 是否有些人不是為自由 他傻傻的 不知道 我是作者 我還要是承辦者 我擔當不起這些 一會兒搞到整個文化中心樂樂亂 我怎樣擔當不起 好像不行謊 在足球裏 周星馳說 你打飛機下來 賠不賠氣 這樣賠美 我都在搞一個 現在大約還有半年到八個月的時間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我在搞一個 這個Hong Kong Paradise 終極版 一個真正的展覽 是有宣傳的 希望做到全球第一個上市 除了實體上市之外 就是做了第一個上市 在這裏當然買個關子 因為說了 就沒有驚喜 大約是八個月左右 現在倒數八個月左右 其實這個展覽應該在年多前出現了 但因為我媽媽出事 我為了救他 當然先救人 把這個展覽維持住 還有很多事情發生 壓到之後才推出 這個又是 又是拖了一個話題 好 講回龍庭 講回剛才那幾件事 其實都關龍庭事 為什麼呢 這類型的人 他主動去攻擊我 其實變相攻擊龍庭 因為我知道他在做什麼 總之 這類型的人 他們的生活圈子 就是非黑即即白 他們不懂得 中間有一個灰色的地帶 他們不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都被控制住 因為他們很悲觀 他們沒有想過去救人 他們想著 就像龍庭事件一樣 想著 你做了這些事 你一定是狐狸精 你害到人家 家破人亡 應該出去 好像以前古代那樣 拿出去斬首自眾 寧慈處死 嘩 估計是這樣的 有些觀眾留言 就是 為什麼他不認錯 憂生也認了 真的有嘴過 喂 大哥 如果他真的沒有嘴過 如果他們真的喝大了 嘴一嘴 如果 什麼叫如果 什麼都有可能 如果 你真的去肯定他做過這件事 但我做KOL 我做一個YouTuber 我不可以批判他 是不是做過 因為你沒有證據給我 大哥 第一個證據是什麼 你說他有嘴過 那張照片人蒙過鬼 怎樣證明他有嘴過 我現在有一張照片很清晰 是的 是這樣的 如果他真的嘴得很火熱 那他有沒有上床 現在龍亭說 不是事實 沒有 那 阿優先生就說 喂 就算是舌頭 也說Hello Kiss 喂 那這些 阿優先生當然是江湖經驗老道 你可以當他是打完牆 但是 他的家庭有沒有破裂 那阿優先生的老婆 說真 就是這樣看 都是純純品品的樣子 至於是否純純品品 我也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沒有證據 你憑兩張照片 然後憑一篇的文 你就可以當它是真的嗎 你上法庭給一個官 官罵你 因為你這些 喂 怎麼可以證實 人證 即是靠記者 你不是一群人 你靠一個人去指定他 這些事情就是未成熟人想的事情 我從來在我的影片裏面 有位觀眾 亦都會說 喂 你是不是收了錢說話 收了錢說話 你真是太低估小弟 和太高估你自己的價值觀 你認為他會給我多少錢 我去講他的好處 說真的 如果我要收錢做事 我倒不如出去接幾個工作 另一件事 什麼叫收錢做事 即是你在詆毀我 我整條片是憑良心去說話 你現在說我收錢去做事 第一 你沒有證據 第二 我一毫字都沒有收 我在這條片裏 是講良心的語言 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人 我特地截了這幅圖 你看清楚一些 大家在網上都看到 我截的時候有497個Like 接著Unlike有30個 你看看的比例 Unlike的比例 連10%都沒有 其實很多支持小弟的朋友 他都有慰根去明示你 原因是為何 我這條片 通常你要救一個人 你要用口吻 其實都是一個技巧 但這個技巧不是現實的技巧 而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技巧 這就是腹部的腹 語言的語 其實它是有實體的 有些特殊的講話方法是很有趣的 但我曾在意義上 這兩個字在意義上 意義是甚麼呢 腹部的意思是 你講了一件事 好像等於沒有講 但裡面好像衍生了兩三件事 是給別人一個思考的形式 如果有語言能力很高 即是學語言 他們應該有另一個科學的名字 即是他們學系的名字 但這些我就不知道 但這種技巧是甚麼呢 就是你不會得罪人 同時你會給他開到智慧 這些是修行者要學的東西 否則修行者是甚麼呢 我又查一查 修行者是甚麼呢 小弟正正在學習做一個好人 其實人生裏面做一個好人很難 做一個壞人很容易 你要編擊很容易 但你做一個好人 肯聽到別人的意見 看到社會上的問題 你可以開導別人是很難的 我告訴你 真的很難 如果有試過的朋友都知道 原因是為甚麼呢 因為你要分身有幾個思維 第一 你要代入受害者 第二 你要代入受益者 第三 你要站在中間 總之你甚麼都不是 那是不是很抽獎 你要分析整件事才可以說出這件事 而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不可以批判那個人到底是怎樣 所以我這段影片裡 都是用了這種技巧去說 所以要有少許慧根的人才可以聽明白 如果你憑字面 就像這些留言一樣 就是他憑字面要解釋 你是不是收多少錢 這些便是字面 我從頭到尾沒有幫過龍亭 如果你是一個悲觀 一個很現實的人 你就會覺得我是幫助龍亭 但你看清楚我的影片裡 是從來沒有幫過龍亭 我一開始已經聲明 我是拍過他 但我不認識他 第二 龍亭 他這件事件到底有沒有真憑實據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他有沒有真憑實據 因為沒有人給我 而沒有真憑實據之下 你不能批判他有沒有做過 好像剛才所說 你想法庭 一定被官罵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這件事是告不入的 你問問你這位是私朋友 除非你有真憑實據在 你說有時的相片是否真 相片是一個輔助 但你將相片沒有修過圖 沒有改過圖 一定要時間性充裕 一定要清晰 還要分辨到它的輪廓 還要有時間性 要有人證才行 你不可以亂來 如果他有做過又怎樣 沒有做過又怎樣 如果有做過 他們私底下有沒有談過 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局外人根本都不知道 我們有什麼證據可以批判